现在是五点半 我们出发了 从那拉提 准备先走独控路到Creator吃个饭 大概要开四个小时 当中就像冲突可能再去体格车拍拍照什么 预计六小时走得到 也就是十二点左右到 现在外面还都是星星的 遇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 刚刚得知独控路九点才开放 现在打算回去再睡觉了 穿上礼服 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三个车 这是小强 这是小蓝 这是我们的三个车 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 辛苦了 一下子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 明天我们就要经独库公路回到乌鲁木齐了 明天是第九天 现在是第八天 一下他就在唱着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你看九天一眨眼就过去了 其实九天算什么呢 几年几十年不都一眨眼就过去了 不过这几天真的玩得很开心 除了骑得早 睡得稍微晚一点之外 没有怎么走路 身体上不太累 可能就是会比较困 其实大家在车上都不能叫 也是我们提前雨不好的事情 我是觉得整个旅程还都是ok的 除了因为时间问题 导致我们有一些景点没有逛 比如说三里木湖没有完全缓完 缓了一半 伊犁河的日落没有看到 还有一些其他景点 比如可可多海 魔鬼城无彩碳没有看 当然也无伤大雅了 我们觉得这次旅途已经很开心了 这么长时间出来自家还是 上次去青甘大华县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只有四个人 现在我们有十一个人 晚安 明天见 拜拜 我要成为今天第一个进入库公路的人 小蓝 你是第一个 小蓝 我是第三个 他这是第一个 在这第二个 还是第三个 对吧 我看这都已经冻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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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这是一期的寻规 我看这都是因为到了 险峻的情况 环境里面 海拔可能最高高达3000米的海拔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一条路 它打通了天山山脉 连接了南江和北江 不然的话 需要绕行天山山脉 可能要比现在多走一倍的路 让我们一路过来 也能看到这个路是非常咸的 真的很难想象 当时这条路是怎么修的 其实当时是70年代 74年修了十余年 当时技术力还不是很发达 在独库公路搞一些神秘汤水 刚碰到两个英国人 在这独库公路上骑行 想买东西 但是没法沟通 把我喊过去沟通了一下 但是也没面倒到他们讲要的东西 因为没有卖 太阳根本被骑香港 但就看到一个想法 太阳根本被骑到 整个最后一个人 就在这独库中 正在这独库中 也在极客 我想,因为他虽然是 看起来的 我们已经不锋库中 在这独库中 就因为它们才准复 就要破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除了我们通行的人 有一个车胎爆开之外 也没有堵车 一路还比较畅通 现在他们已经换完备胎了 没有什么大问题 终于到达了独库公路的起点 也就是独库里面的独 独山子 库呢就是库车 在南疆 有机会的话 我们在走独库的中段和南段 把整个独库公路走 我们已经完成了北段 等我们还南疆的时候 会自驾到中段和南段 希望某一年的时候 会看到独库公路终点这个字样 哈喽 结束啦 来到了独库的起点 独库的起点 全程看下来什么感受 很累 很害怕 但是很爽 不过独库的这个风景真的是很美 像是走完一趟 我们算半趟吧 然后也感受到了几个季节 又有雪又有草 又有荒漠 戈壁 反正各种风景还看到不少 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可以在一条公路上看到 半条公路 另外半条我们还没走过 不知道什么样子 这是冰箱间啊 对 你只能用几个那这个 用你自己也不好看 对 这是新疆的 好了 怎么分的 哪个是两个牛肉 哪个是两个牛肉的 不满 四个牛肉在这儿 好香 四个鸡肉 弄开自己分一下 三个火腿 谢谢啊 炒米粉 火腿的新疆炒米粉 特别入味 好吃吗 好吃 这是鸡肉的炒米粉 这是牛肉的炒米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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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这七天累积的 这三千多公里 三千里三二六公里 因为这是新车嘛 所以 之前没有多少公里 再加上我们在土鲁饭开了 大概七百公里 我们这次九天开了 三千七百多公里 还完车了 全部都收拾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离开 乌鲁木齐了 也就意味着我们这次 新疆之旅 北疆之旅 正式结束 好吧 那我们有机会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